11月10日,瑞华娱乐发声明回应黄明浩妈妈上失信名单,欠银行3000万一事,表示黄明浩妈妈陈建平并非实际用款人,作为借款担保人,一直在催促债务人还款,并始终与银行保持沟通,在债务人仍为履行还款义务下,陈建平会以担保人身份继续履行担保义务,在事情得到妥善解决后,会第一时间向大家通报,并且表明,因这一事件的发酵,有网友侵犯黄明浩其名誉权,而在黄明浩公司发布声明的同 公司也被人恶意袭击,公司大门外涂满了拆字的红油漆,而且大门上还贴了多张大字报,上面的写的字月华内斗,拉帮结派,打压艺人等格外显眼,整个公司被有心之人恶意袭击